你好,今天要为你解读的这本书是《学习在一起的幸福》 这本书的中文版大约有11万字 我将会用大约25分钟左右的时间来为你讲解书中的精髓 我们不是找不到爱,而是缺少维系爱的能力 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之 这是多么美好的祝愿 两个人相遇之初,我们会问自己,是他吗? 好像在确定他是那个对的人吗? 产生矛盾的时候,我们会再次问自己,是他吗? 不敢相信这个讨厌的人也是他吗? 他还是我心仪的那个人吗? 我们都是摸索着建立情侣关系的 情侣之间如何了解彼此,接纳彼此 帮助彼此面对成长中的挫折 如何一起面对现实的日常生活,走出幻想 那今天我们要讲的这本书 试图通过描述两个人生活中的经历这一角度 让我们了解,如何将彼此从生活的牢笼中释放 本书的作者是一位精神科医师 心理治疗师 心灵成长讲师 作家 那听到这儿,大家是不是觉得 这位作者头衔这么多呀? 不仅如此 他还兼备较高的专业素养与清晰脱俗的形象 被誉为亚洲治愈系新天后作家 他就是台湾作家邓慧文 他擅长以文字形式深入分析女人在爱情 家庭与工作等方面的矛盾 亲切又随和的表达方式 深受读者们的认同与喜爱 好了 介绍完了这本书的基本情况和作者的概况 那么接下来我就详细的为大家讲述书中的内容 接下来我会从三个角度来讲述本书的内容 第一个重点是从一个人到两个人 第二个重点是梦幻之外的日常点滴 第三个重点是婚姻不只是两个人的事 我们先来看看第一个重点内容 从一个人到两个人 一个心理学家对情侣关系曾提出潜意识搭配理论 他认为情侣间关系的确定 并不只是我们通过理性做出的选择 我们的潜意识也可能让我们做出不理性的选择 举个例子来说就是 凡是按部就班 一板一眼的男生爱上随性洒脱 喜欢冒险刺激的外向女生 或者是一个大家眼中的乖乖女 爱上了放荡不羁的浪荡男 他们都是个性相反的情侣 那么在热恋期过后会发生什么呢 或许他们会开始抱怨彼此个性的差异 不断的相互指责 甚至后悔自己当初的选择 那么如何解决情侣之间的反差呢 首先我们必须要了解自己的性格 然后试着去剖析自己对于对方性格 那又爱又恨的矛盾感受 如果觉得对方行为上不太上进 与其和对方争吵 要求他变得积极一点 不如试着让自己慢下来 两个人之间一个人走得慢了 另外一个人也能够追上来 彼此保持步调一致 我们最期望的两个人之间的关系 是什么样的呢 是不是我爱他 而他也爱我呢 又或者退一步来说 希望自己是被爱的那一个 因为觉得被爱比爱人更幸福 然而我们又如何确定自己爱对方比较多 还是对方爱自己比较多呢 坦白说啊 本书的作者并不全然赞同 被爱比爱人更幸福这种说法 如果你跟一个非常爱你 但是你并没有特别感觉的人在一起 那种接受啊 其实应该叫做感恩 如果你是跟一个自己很爱的人在一起 会特别想要得到他的关注 并且希望他能够慢慢的接受你 两个人的关系也能够日渐亲密 那种幸福感是种梦想实现的喜悦 和感恩的心态是不同的 然而这中间呢 有着一条非常细微的界限 那就是对方可以爱得比你少 但是不能少到不爱你 或者不珍惜你的爱的地步 如果不顾一切的去爱一个 根本不会回应你的人 你不会得到幸福的 你只是在浪费生命 仅此而已 两个人在一起之后 女人总是喜欢问男人一些奇怪的问题 来证明男人到底爱不爱自己 而这些怪问题 让男人们无比的困扰 那我们先来看看有哪些怪问题 一种是拿自己跟别人比较性 比如说 你觉得我和那是谁 谁比较漂亮啊 还有一种啊 可以被称为世界级的难题 那就是 我和你妈同时掉水里 你先救谁啊 那各位正在听节目的男性听友们 你们有没有遇到过以上的问题呢 对于这些问题 你又是如何回答的呢 回答后的结果又是如何呢 有没有一种感觉 好像无论自己怎么回答 对方都不会满意 说你太假 说你太敷衍 有时甚至还会争吵起来 其实答案啊 没有对错 而答案和爱不爱他 也没有绝对的联系 遇到对方问怪问题的时候啊 与其拼命的挖空心思的 绞尽脑汁的说出 自以为漂亮的答案 不如试着绕过问题本身 直接去探寻 他问题背后的真正用意 比如 我是不是做错什么了呀 我藏着四方前被你发现了 我是不是忘了什么重要的日子呀 如果有的话 那就老是承认错误吧 如果确定自己没有 那你也可以反过来表达心意 亲爱的 为什么要问这个问题啊 是不是我做的不够好呢 你要相信我爱你的心啊 是真的 多半心血来潮的怪问题 就会迎刃而解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困惑 别人爱我 我就一定去爱他吗 我爱的人 他就一定会爱我吗 其实感情当中 付出和回报 不是等加交换 两者间没有绝对的联系 这个道理啊 大家都懂 只是在实际相处中呢 确实难以接受 付出多与少 并不能够解决关系的亲与输 所以我们奋力付出之前 先要了解对方想要的是什么 如果你的付出不是对方想要的 那么就算你付出的再多 你们两个人之间也不会产生爱情 最后你会发现 那只是你的一厢情愿 所以说我们要不断的去学习 怎么样才能够让自己拥有更大的能量源 即使付出 但不会被掏空 也不会因为自己多付出 而感到不甘 甚至是愤怒 也不会埋怨对方 没有等量的回报自己 如果彼此都抱有这种心态的话 我们才能够携手同行 展望未来 好 那说到这儿呢 第一个部分就给大家介绍完了 我们来总结一下 我们会选择和互补性格的人作为伴侣 是潜意识里想要去平衡 相信自己与对方的结合能够帮助彼此成长 可以帮助我们珍惜彼此 当然爱情不能拿来比较 但是如果知道彼此对爱的投入程度不同 那就必须要诚实的面对自己的感受 要想清楚是不是愿意这样不计回报的继续爱他 因为这是自己一生的幸福 情侣是共同处在一段亲密关系中的不同的两个人 因此彼此间产生矛盾就无法避免了 这就需要我们尊重彼此的差异 真正的去了解对方的需求 这样才能够更有效的付出 而不是自己白忙活一场 面对女友的怪问题 不要特意的去寻找标准的答案 答案没有对错 而答案和爱不爱他也没有绝对的联系 与其拼命的挖空心思的 绞尽脑汁的说出自以为漂亮的答案 不如试着绕过问题本身 直接去探寻他问这个问题背后的真正用意 好那接下来我们要看的是本书的第二个重点内容 梦幻之外的日常点滴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经历啊 喇叭里总是从头到尾重复播放的一首歌 即使这首歌并不是自己的菜 但是这首歌的旋律却好像无意的印入脑海一样 就算离开了那个环境 这首歌却依然在脑海中回荡 而自己呢也会无意识的就哼唱出来 其实我们的性格和习惯也是这样 有时候我们好像在接受某种被迫的重复 或者一些并不排斥的重复 仔细想一想 生活不也是到处都是一些重复吗 比如说吃饭 今天喜欢吃鱼 那么我今天吃黄花鱼 明天可以来一条鲈鱼 后天是鲮鱼等等等等 然后再从黄花鱼重新开始 就算我们的基因也都是一组一组重复的 其实想想也是啊 如果不重复的话 那我们得多麻烦啊 其实重复能给我们带来熟悉的感觉 这样我们就可以轻松一点 但是有一种重复就不需要反复体验了 那就是伤害 总会听到一些朋友懊恼的抱怨 哎呀 刚才争执的时候脑袋都空了 不知道如何反击他了 我当时应该这样说的 我应该那样回击他的 哎呀 我真想现在回去再跟他吵一遍 气消了的话 过去就过去了 如果气不顺 总想着可以制造新的机会 我再这样回击他 他就不会再像之前伤害到我了 这样我就不会再有挫败感了 但是事实上呢 我们只会得到同样的结果 因此 如果我们想要拥有幸福 就必须先停止无畏的重复 这是我们毕生都要努力学习的功课 那接下来呢 让我们来看看一个朋友的生活画面 看看他的经历是不是和你相似 一次小娟下班回家 对老公抱怨 今天的工作特别的不顺 还没等小娟说完 老公就说 小娟一定是这儿做的不对 那儿做的不好 小娟应该这样做或那样做才对 当然小娟听了以后就不高兴了 其实小娟是在跟老公分享心情 希望听到的是老公肯定和知识 当老公给出了他自以为中肯的意见的时候 小娟就会觉得很烦 心里嘀咕着 怎么那么爱说教 你根本不了解情况 其实小娟的老公应该是关心他的 不然的话也不会那么说 只是他只看到了小娟在工作上受到了挫折 觉得应该赶紧给出建议 没有想到他的建议会被看成是批评 而不是支持 其实为了改善这种状况 夫妻间可以约定一些小暗号 比如当我说 我不是要听你的意见的 就是在告诉对方 不要费紧心思的给我意见 多多鼓励我就好了 男人通常错误的认为给意见才最有用 甚至有点大男子主义 认为韩剧里的什么亲亲抱抱 制造浪漫 那都是不切实际的无用功 不是身为男人该做的事 然而现代女人与以往不同了 她们越来越有能力 她们现在想要的却是老公的摸摸头 亲亲抱抱 而不是对自己的行为对错的判断 或者自认为中肯的建议 只要女人心情好了 她总能够自己想出完美的方法来 有些人认为爱情只要用心去经营 就可以永远的保持新鲜 作者认为这是一个最基本的态度 因为如果你不相信爱情需要经营 那么你就不会去经营你的爱情 作者认为维系感情就是需要活泼的创造力 我们如果每天穿着同样的衣服 吃同样的饭 一定会感到麻木 如果每天尝试新的东西 不断的去探寻去摸索 那又会是怎么样的呢 如果彼此能够分享每天的心情 相处的时间越长 拥有两个人共同的回忆 那么生活才会更有趣 作者认为维系感情还需要热情的回应 咱们试着回想一下 刚开始跟一个人暧昧的时候 那是什么样的滋味呢 就像是做游戏一样 你抛过来 我好好的接住 然后再同样的抛回去 如此乐此不疲 而婚后的生活 人们在意的多是生活细节 所有的事情都需要照顾好 所以这个抛街游戏呢 也就没有时间再去玩了 如此情侣之间的热情 就会慢慢的归于平淡 虽然看起来像是模范夫妻一对 但是已经没有热情再去响应彼此 也没有了最初的感觉 那么原有的感情连结也就会变淡 那怎么样才能够持续的产生热情的火花呢 每天送早餐 准时接送上下班 节日里送花 那这些贴心的行为可以吗 其实做法是没有固定的程序的 因为一旦变成了固定模式 就会失去原有的最初的真实的感觉 热情的其实就是你愿不愿意不嫌麻烦的满足彼此 随着年龄的增长 大家都不想成为另一半的负担 那么如何才能够不成为对方的负担呢 那就是好好的爱自己 其实爱自己并不简单 恐怕我们最容易忽略爱的人就是我们自己 因为许多人把利息都用在了照顾家人或者投入工作上 他们好像在尽职尽责之外 却不知道该如何与自己相处 如果想要爱自己 却不知道该怎么做 那作者告诉了我们一个小方法 不要太过于惊讶 那就是得质体群美 得指的是要有完整的人格 看清楚自己的需求 不做自己不愿或不喜欢的事 就不会认为是为了别人而勉强自己 这是爱自己的第一步 质就是不断的去追求去生长 比如参加一些自己很感兴趣的项目 去拓展自己的人生观 这就是爱自己的智慧 体 顾名思义就是我们每天要多运动 另外呢 要健康的饮食 身体累了就去休息 如果心累了就去疏解 那么这就是爱自己的身心健康 群 就是我们要进入到人的圈子内 去维系人际间的关系 比如与朋友去逛逛街吃吃饭 另外参加一些能够认识新朋友的活动 多多被认同会让人格更加的成熟 美就是去接触美好的东西 比如艺术类 或者仔细发现自己的美 并且让它展现出来 那么你们平时有没有像这样去爱自己呢 听到这儿 不知道你的心里有没有一点小小的触动 你的日常生活又是如何经营的呢 说到这儿 第二个部分的重点内容也就说完了 在这部分当中 作者告诉我们 想要拥有幸福就不能无意义重复 多使用一些小暗号来表达自己的需求 让对方知道 从而减少无效的帮助 让我们用心去经营爱情 以活泼的创造力和热情的回应来维系感情 爱他的同时也别忘了爱自己 好 那现在呢 我们来看看本书的最后一个重点内容 婚姻不只是两个人的事 我们经常细说婚姻是爱情的坟墓 那么婚姻真的就一定是爱情的坟墓吗 有的人会说 爱情中的热情总是会慢慢的消退的 这确实是个常理 但是私底下我们仍然偷偷的期待 自己的爱情和婚姻要与众不同 其实婚姻不是梦幻的地方 而是真实的人生 从步入婚姻的那一刻起 就伴随着身份的多样性 有时能够得到满足 有时会莫名的喜悦 而有时却是无法言说的失望 甚至是让人愤怒 当女孩子穿上了婚纱 进入到另一个家庭 开始接触新陌生人的时候 心里非常的期待能够被接受 被疼爱 同时也非常的害怕受伤害 但是婆家人很可能 不符合媳妇的期待 毕竟婚前女人只挑过老公 并没有挑过老公家的其他人 婚后的我们有了自己的小家庭 我们可能会选择和父母分居 在不同的城市 每逢家族团聚的时候 总会看到一群怪现象 媳妇开启勤快的媳妇模式 婆婆树立能干婆婆形象 彼此间的相处 更像是在演戏 让人看了以后啼笑皆非 一个厨房有时会成为两方的必争之地 婆媳之间没有固定的模式 好婆婆好媳妇也没有固定的标准 不是会做饭就是好 也许某一方确实在做饭上没有天分 就在其他地方 比如在打扫上 看孩子上帮衬着 大家找到自己舒服的方式 互相包容 互相谅解 这才是真正一家人应该有的状态 再回过头来 再看平时贴心的老公 一回到婆家就马上变了个样 一副大少爷的模式 相当的轻松自在 看起来比在自己家里 还有舒服和快乐 就差差来伸手 犯来张口了 却让自己的老婆来替自己尽孝道 而媳妇平时跟老公在家 是一个娇妻 或者被老公当成一个小女孩一样 来疼爱 可是一回到公婆家 好像就现出了原形来 其实这事是一种惯性 是不容易被改变的 因此成了家以后 我们就必须要克服惯性 那为什么呢 我们不妨想象一下 回到婆家 男人主动做家务 兼顾一家老小 呈现出一家之主的样子 那父母会怎么想呢 他们会有什么样的感受呢 作为儿子 不希望自己的父母 感觉到为了老婆变了很多 儿子从来没有这样帮助过妈妈 其实 媳妇在没有出嫁前 也被父母捧在手心 碗都没有洗过几次 即使结了婚以后 回娘家时 也一样坐着大小姐 但是当父母来访的时候 他们看到的是 女儿忙着为老公张罗范 照顾一家老小 心里也是说不出的酸 甚至有一种失落感 为了不让父母感觉到 过多的怜惜 夫妻俩回长辈家的时候 常常会让自己 回到儿女的角色中 这种惯性 不是暴露本性 而是找到彼此舒服的方式 或许这也是宽慰父母的方式 有句歌词说 生活是一团麻 总有解不开的小疙瘩 当婆媳之间发生冲突的时候 身为他们的儿子与丈夫 应该怎么做 才能够化解母亲 与妻子之间的矛盾呢 无论是妻子或是母亲 都期待男人可以站出来 说句公道话 每当面对这样的婆媳问题的时候 不知道男人们 有没有特别想仰天长叹 感叹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难题 如果老公露出不耐烦的样子时 妻子可能会觉得 老公好像觉得自己特别会制造麻烦 这样的异想会让自己更难受 婆媳之间的矛盾 永远都会牵扯到三方面 不管想不想介入 作为儿子与丈夫双重身份的男人 想要解决问题 家庭和美就必须参与进去 这个时候 妻子应该做的不是不断的指责 或者对丈夫宣泄自己的不满 而是试着和丈夫一起去适应自己角色的转变 站在对方的角度看问题 逐步改善与双方父母之间的关系 当婆婆的批评不太合理的时候 妻子不要太钻牛角尖 而是心平气和的和老公一起思考 婆婆的批评应该如何正确面对 当婆婆确定儿子的孝心不变时 一般都会接纳儿子的转变 作为婆媳关系中的重要男性角色 调节婆媳问题的秘诀就在于 让彼此体会到对方的善意 而一些俏皮又贴心的话 也能够起到助攻的作用 如今很多家庭会在春节 或者国庆节等长假外出旅游 其中一部分就是借此来逃避一种新的争执 那就是回哪边长辈家过节 妻子不愿意回婆家 回娘家又怕惹得婆家不舒服 于是小两口干脆就假借出去旅游 作为避开这种两难状况的借口 曾经的团圆习俗 如今却让人唯恐避之不及 那么这事就没有解决的方法吗 其实当婆家真心鼓励儿媳 多花时间去陪自己的父母时 儿媳体会到公婆的心 自然会更愿意亲近公婆 这就是简单的将心比心 那么现在人又为什么无法做到呢 父母和子女之间的爱是真实的 夫妻间的爱也是真实的 彼此都是真实的感情 却无法融合 那是因为我们内心深处有一种不安 害怕被遗忘 害怕被抛弃 家本应该是一个温暖的 充满欢笑令人向往的地方 是彼此的港湾和归宿 为了心中的家 我们都要自信 要相信彼此的爱 要相信我们不会被彼此抛弃 我们是相亲相爱的一家人 好那看到这么美好的话语 我们的第三部分也说完了 婚后夫妻一起面对真实的世界 婚姻不仅仅是两个人的事 现代的小夫妻的生活多有不易 媳妇与婆婆之间有着爱的期待 丈夫在婆媳关系中充当着解铃人 婆媳间在相互接受不完美的评价后 相互体谅相互磨合 大家以爱相待 共同建立一个我们的家 说到这儿呢 我们今天聊的内容也差不多了 下面为你总结一下 今天分享的内容 现实世界与理想大有不同 因此在现实当中的情侣和在理想当中的情侣 也存在着差异 我们从独自一人到找到伴侣 携手同行 这期间的磨难 期间的争吵不可避免 而如何巧妙的化解彼此的矛盾 这是一门学问 而作者就为我们提供了 解开这缠绕在一起的杂乱无章的问题的头绪 让我们保持爱的能力 体会爱的甜蜜 这本书一共表达了三个重点内容 第一个重点内容 从一个人到两个人 两个人来自不同的环境 拥有不同的经历 要想步调完全一致很困难 因此需要通过不停的反思探索 才能够深入了解彼此 到达彼此的内心深处 解决令彼此困扰的障碍 爱的程度不需要比较 如果心里知道彼此的投入程度有差别 就必须认真地面对自己的感受 是否愿意继续这样的爱他不求回报 同时也别忘了尊重彼此的差异 了解伴侣的真实需求之后 才可能更有效的付出 而不是让自己白忙活一场 当男生面对怪问题的时候 记得多去思考 他背后的用意和需求 第二个重点内容是 梦幻之外的日常点滴 在真实生活中 相互扶持是重要的 在维系感情中 热情也是很重要的 少了任何一部分都不算完整 不要再做无谓的重复和挣扎 从过去中挣脱出来 多多的关注自己 当各种需求发生冲突的时候 即使是为了不给对方增添负担 也要学会用对方法爱自己 伴侣之间需要相互帮助 学习面对平淡的生活 从日常生活中感受幸福 第三个重点内容是 婚姻不只是两个人的事 婚姻不是许诺梦幻之地 而是真实的人生 婚姻关系不可能永远是 和和美美甜甜蜜蜜的 总是有磕磕碰碰 吵吵闹闹闹的时候 伴侣们如何在繁杂的现实生活中 相持到老 这需要爱 也需要智慧 更需要面对各种挑战的勇气 其中一大挑战就是 婆媳关系 婆媳关系没有沟通的桥梁 怎么可能磨合呢 这就需要中间的男性 来聚重调解了 以巧妙的方法 促进双方的融合 最终大家互相保持着爱 以更宽广的胸怀 拥抱彼此 建立一个温暖的家 好了 以上就是今天的全部内容总结 恭喜你 又听完了一本书 想要每天听本书 请搜索微信公众号 探书 探是探索的探 关注探书FM 我们不见不散 全是在持有助广听วan